我们看在我们的运行开始菜单过后中有个运行命令 运行命令中你直接敲这个就可以 如果你觉得不想敲 你也可以在我的电脑上面那个框 然后敲这两个返行线 也是一样的 两个返行线 好那么怎么敲呢 那敲的IP地址怎么确定呢 那很显然我们就只需要确定什么 在这if config一下对不对 我们是130对不对 好了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直接运行130一点确定就可以 因为我这个地方的用户密码是记住了 所以它直接登录进去 如果你们第一次登录呢 它这个地方肯定会 你稍微等一下 肯定会弹出一个框 然后这个框呢 就输入你的用户名和密码 你到时候就把这个 你刚才设置那个用户名和密码 打进去就可以 好吧 然后你可以发现 这地方是不是就有一个Rocky Shell了 那说明我们其实就已经怎么了 把刚才那个上不点conf的那个什么方括号里的名字 是不是共享出来了 看没有 那共享目录是谁呢 当然我们现在双击进不去 你可以看到 访问不了 为啥呢 那我们别忘了 刚才我们在设置这个samb.conf这个文件的时候 我们是把这个目录共享出去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目录 看没有 没有 所以说我们来看 那怎么办 那我现在必须得回到这个homeRocky目录下 干什么 是不是make dir一下 创建这个lab目录 看没有 好 那么我们进到lab看一下 lab里头肯定没有东西 我们现在还是随便去创建一些新的文件 比如说123.text 比如这样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我们随便写几个数字 比如11122333 好 然后退出 然后我们看看它能看到 对不对 好 好 一样的 还是一样 我们还是先运行一下 然后点击 然后我们看一下 双击 好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刚才我们创建了123 这地方就看到了 看没有 然后我们也可以双击一下 你可以看到 是不是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看到没有 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 这就是我们windows访问linux的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 但是这种方法 我们说还可以再加深一点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在我们计算机中 你经常比如插一个U盘 这地方是不是有一个盘幅 对不对 而这个盘幅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相当于访问什么 双击它 然后将找到D盘E盘的感觉似的 然后一个一个的进取就可以 对不对 那我们能不能把网上的这个东西 也当成U盘 因为我们说U盘 相当于是通过USB接口访问的数据 那我们现在通过网线 直接访问这个共享数据 是不是也是相当于可以呢 对不对 好 所以大家看 在我们windows的我的电脑里头 有一个映射网络取动器 看没有 那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可以使用什么 我们刚才说的Samba服务 就相当于你网上邻居能访问的目录 我们就可以把它映射成一个盘服务 以后我相当访问这个硬盘似的 直接访问你就可以 好 你看怎么做 点这个映射 如果没有的 如果是你XP的系统 可能在工具里头一样的 有这个什么 映射网络取动器 点击一下 好 然后这个地方它有个盘服分配 你这个随便分 随便分 比如我们就分最后一个Z盘 然后文件夹谁呢 那这时候就注意 你就跟什么 刚才我们说的 你怎么访问的 你就怎么跟 比如说 192.168.220. 然后我们的130 对吧 然后当然如果说你能记得住 你后面就写这个Rocky Shield 那它自然而然 这个盘服一打开就是那个东西 如果没有呢 也没关系 我们先试一下 你先看一下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点击完成 好 它开始尝试链接 好 我们发现它错了 那就说明它找不到 或者说那个找的目录有问题 对不对 没关系 我们点取消 然后在这呢 我们直接把刚才我们共享出来的这个文件夹 直接写进去 因为它有的时候 因为我们共享东西很多 它可能不一定能有权限访问到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刚才共享的那个名字 打那个给它写进去可以 这个名字就是方括号里那个名字 然后你假如叫ABC 你这就是ABC 好 然后点击完成 我们看 大家可以看 很快 你看 是不是直接访问到123了 看没有 而且呢 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个Z盘 看没有 你就可以直接双击进去 看没有 直接双击进去 然后返回啊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相当于Samba服务呢 就把我们Linus啊 当成一个什么 当成一个U盘 对吧 通过网络连接到我们这台Windows 那这样我就可以 这个CountryC 你看我点右键 是不是都可以 都可以操作了 对不对 我复制粘贴 然后都可以 然后在这地方呢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怎么 也可以进行 那个新建新文件 比如我们这儿试一下 好 比如我这儿来个ABC 你看回车 然后同样的我可以改 比如说 比如说Hello Word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你看这儿我是不是编辑了一个文件 对不对 编辑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Linus呢 你看 在Linus的Lab目录下 我们LS一看 你看是不是也有个ABC.text文件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呢 我们CAT 用CAT这个命令 也可以去查看一下 CATCHIN的意思 ABC.text 好 一回车 你看是不是刚才我们敲到Hello World 就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 通过Samba呢 我们已经 也就可以完成 所谓的什么 服务器的共享 和那个 缝件的上传和下载功能 就是说 它更直观了 就相当操作U盘一样的 操作我们的网络磁盘 好 当然了 你网络磁盘不用的话 很简单 你还是需要把它什么 把它卸载掉就行 卸载掉很简单 你把这个相应的 这些目录关掉 关掉过后 你在这点上去过后 点工具 然后有一个什么 断开就可以 断开过后 它会弹出一个框 你点上去 然后点确定 好 这个时候就没有了 就相当把卸载掉了 就像我们卸载U盘一样 所以这样的话 应该说 由于有Samba服务呢 我们在访问的时候 和Linux之间 访问 互相访问文件的时候 会更加方便 在以后我们看内核 或者是看某些 具体在Linux操作的圆码 我们会更加方便 就像我们直接通过Samba 就可以把里面东西 直接拖过来 你不需要再进行 文件的上传下载 挺麻烦的 对不对 好 那这是我们的Samba的概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